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违建事实 历经大半个月 韩国瑜接受专访 终于首度坦诚 主建物有动手脚 主建筑因为买的时候 据我所知是 若干年之后开始漏水 开始漏水 墙壁整个都开始漏水 所以就把它打掉重新修 只是这修一修 农舍就变高又变胖 还被发现农地根本没农作物 韩国瑜解释 有蔬菜 有果园都有 但是量要不要继续再大一点 那将来也都是跟县政府可能相关的农政单位来申请 来看他们的要求 一切都恢复农用的部分完全没有问题 一定会有农用 农作不足可重新栽种 但主建物遭云林县府认定违建属实 该这么处理呢 你违建我们就完全遭政府的规定 不可以有任何的权 你界定该拆除就拆除 该申诉就申诉 话谁这么说 但提报韩国瑜农舍违建后 云林县政府态度消极 媒体再三督促才有所行动 鉴定会堪当天还声东几西试图摆脱拍摄 遭民众质疑 韩国瑜和云林县府关系良好享有特权 乡公所云林县政府依法 我们也希望用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 一切依法 那就达到一个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状态就好了 一间中古维建农舍引发危机 让刚从总统出选脱颖而出的韩国瑜坦言 十几年前并没有想到 应该这样讲十几年前 那现在就是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绝对不会逃避 韩国瑜因农舍从庶民变庶民 被问到是否会效仿苏家权 把农舍捐出挽救绅士 韩国瑜这么回应 其他人的做法我们也就是完全尊重 因为个人有个人的态度 那这边我太太完全委托律师了 而且在法律的范畴 绝不容许有任何含糊的空间 这栋全国最受注目的农舍 屋主李嘉芬以委托律师处理 将在期限一个月内处置完毕 但到底是要拆除还是申诉 韩国瑜没把话说死 直言交由律师圈圈处理 地方中心市长强调 是篮球架不是篮球场 这是个篮球架子 在室内 做到 登入升级一会员